我们知道在中美大战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对付中国的第一个企业就是华为 而且是上穷必落下黄泉 完全不放过 连任正非的女儿过境加拿大 我都要把你给抓起来 我都要把你软禁下来 甚至你在高端上面 你本来是5G的领航者 你本来是AI的领航者 我在5G跟AI上面 我完全把你打趴下去 你的手机 我让你的市占率节节的下滑 我让你的电动车完全装不出来 逼着华为为了要生存 它去养猪 它去挖矿 它极其一切的能力 它就是要存活有一口饭吃 但没有想到 即使华为已经讲说 我已经去养猪了 我已经去挖矿了 美国还不放过它 我们看到最近的消息 像金融时报 像布隆布尔 像路透社 包括华尔街日报 全部都讲 拜登政府要考虑切断 华为跟美国供应链的所有关系 不是你5G我封锁女友 不是说你的高端封锁女友 你的4G你的WiFi 我都要全面封锁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华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华为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 华为到底有什么样的家庭 为什么让美国盯着它不放 而且华为这样的公司 如果说它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金融时报 为什么路透社跟布隆布尔 还要这么严密地关切它 也就是在中美大战的关键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就是华为 而这个华为打到现在 还真的打不死吗 而一个打不死的华为 它在中美大战之间 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我今天非常激扬的是 为什么四大的财经媒体 全部都报道说 拜登政府要切断华为 跟美国供应的关系 华为不是被打趴了吗 不是打到地上了吗 不是去养猪了吗 它的手机市场 不都已经没了吗 那为什么还这么关注 而且你的4G你的WiFi 我都要全面封锁 难道华为的背后 有我们不知道的力量 而美国政府 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吗 华姐简单来说 华为不是只有华为公司 它是所有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都在华为这家公司里面 真假的 那华为的人均的年薪 是500多万台币 它是两岸三地里面 平均薪资最高的一家公司 比台积电还高 比联发科还高 还要高 所以它里面来说 有非常多非常重要 可以说 目前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都在这里 所以那从川普 还没打走啊 从川普打他开始 打到现在为止 他还打不死 那以去年 他整体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他去年的营收 2.8兆台币 还是这么高 他还成长 没有 他虽然说营收下滑 但是获利还是OK的 还可以活下来 2.8兆 所以你看他的董事长说什么 2022年 我们成功地摆脱危机 我们的美国的限制 现在是我们的新常态 我们又如常营业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的打压 对他来讲 好像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 当华为的仁慈董事长 徐直军讲说 现在美国的限制 对我们是新常态 我们又如常营业之后 美国又下重手 当然 为什么要下重手 保持人长 我已经对你说5G 你不能够用 然后新的技术 我都不给你 就没想到你还活得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4G的时候 他可以发4G的这个晶片 你要Wi-Fi 我可以发这个基地台 我可以做这些产品 所以现在美国很简单 我就全部给你封锁 我目前很简单一件事 美国企业都不能够跟你做生意 事实上美国过去是 你要4G Wi-Fi 是美国可以 你提出申请 我可以核准 是给你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考虑要切断 华为跟美国厂商相关的关系 而且这不是只有一家报纸报导 Financial Time 华尔街日报 Bloomberg Rutus都这样说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显然下个阶段 是要把华为 彻底的消灭才行 好 那刚刚讲到头 在2023年新年致死的时候 徐志军讲是奋勇前进 冲破险阻 有质量的活下来 我本来讲说华为已经垮了 我看你的内容 他还活得好好的 对 没错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对华为来说 最大影响出现在哪里 就出现在终端业务的这个收入 你看他最高最高的时候 曾经有到4829亿 但你看他去之前 美国开始打压他的时候 他摔到2340亿 不是腰斩了吗 后来还持续再往下跌 也就是说事实上目前为止 他的整个终端手机那一块 的确是卖得非常非常糟糕 问题是什么 他的基地台还是卖得好好的 因为他之前跟台积电 下了大量的这个基地台订单 慢慢再用 虽然说逐渐要用尽 但是他最近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方法 像最近前一阵子 美国他们从这个华为那边 拿了一个晶片过来 拆他的这个基地台 就拆他基地台发现什么 他几乎里面已经完全没有用到 美国的晶片了 他自己会做晶片 美国你要弄我 我也要防范你 所以那为什么他敢这样说 说奋勇前进 冲破险阻 有资量的活下 事实上某些程度来说 他的确是能够躲避 你为什么太多黑暗 黑的管道可以卖很多晶片可以进来 而且我想办法用中国的28奈米 14奈米能够生产出来 我就生产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还是从中国那边 拿到非常多晶片的供货量 让他能够活下 所以说今天美国如果要打趴中国 华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如果华为不能打趴 中国我也就没能打趴了 好姐那华为我是用了什么 举国之力 我还用了这个司法的案件 要打压你 就打压不下去 所以事实上现在美国的条件 已经非常清楚 他说拒绝继续供应华为 包括4G产品 Wi-Fi 6还有Wi-Fi 7 人工智慧 高性能运算 还有云端专案 所以等于是说 他全部几乎都是不给你 美国的产品我都不要给你 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限制 美国任何的技术 你都是拿不到 当然对华为来说 OK啊 我也是传benben在那边等你 华为有这么厉害吗 当然他过去几年 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情 那因为他这样做之后 因为华为一直在买 很多备货的产品 你还没有 你没有一次把我打死 我就慢慢的备货 你可以活过来吧 那还不止这样 他还任命了 拜登还任命了谁 任命了参与孟晚舟案件的律师 他任命他 就是Kender这个人 他负责美国商务部 负责出口 管制事务的助理部长 也就是说 当初他是参与 起诉孟晚舟的案件 就所以他很懂这些 华为东西 他现在去担任 负责出口管制 商务部的助理部长 那言下之意就是 他要来负责 华为这个案子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美国真的是 他拉高起来 要对付华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对美国来讲话 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公司 的确还是华为 为什么还是华为公司 你知道华为有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厉害 那华为呢 他在2021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旗下的荣耀 把它切割出去 他说我高阶手机 是我们华为做的 但是中低阶 我用个副品牌 把它切割出去 他那一年因为 把手机一个品牌 给切割掉了 那因为那个荣耀 切割出去 他赚了好几千亿 人民币进来 就是这样 这个荣耀 切割出去之后 他现在要升为 中国中低阶手机的 去年所有的手机厂常 都下滑 他持续成长 虽然他一口气 要升到目前为止来说 以最新的排名 他已经来到了 全中国的这个第二名 仅次于这个Vivo 你就知道 市场非常厉害 而且他成长性 比Vivo还更好 Vivo去年是衰退了 他是成长的 所以他事实上 以今年来说 人家就说 荣耀有可能在今年 会登上中国第一大手机 所以一个被华为 切割一个低阶的 中低阶的手机 在中国市场 一下就卖这么好 结果他被美国盯上 结果华为还 那个荣耀说 我们跟华为 是完全切割开开 他们弄个联合声 我们真的完全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问题是 美国会不会也对他 这个进行一个制裁 所以才说 你看你打不死的时候 你看他就变得这么厉害 我切割一个部门出去 完全可以变成全世界 全中国最厉害的手机 所以才说 华为厉害的 不是华为本身 是他背后那些头脑 那真的是 你要跟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一起来对抗 而且刚才讲到 华为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武器 它的专利 对 它的专利光去年一年 居然可以获利上百亿 对 为什么这样说 实际上我们知道 华为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在这个5G里面 4G里面有非常多专利 比如说你看 在4G的专利里面 它的占比是10% 然后在5G的专利里面来说 它占比是15.4% 所以也就是说 在很多手机里面来说 你要用什么 转码器 还有Wi-Fi等等 它有很多很多 相关的这个技术 甚至未来的车联网里面 它有很多无线方面的这个技术 所以就前一阵子 为什么 连车子都也可以 对 你会看到说 他跟中国厂商合作 做这个平台 做这个汽车 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他因为他开始 被美国打压之后 他想说 以前我都不赚这个生意 但是我现在要 能够捞多少就捞多少 所以他开始被中国 美国打压之后 他就开始说 这样每一台手机 全世界卖出每一台手机 我都收2.5块美金左右 我收专利 对 专利费就是2.5块 不然的话 你就不能够用我的专利 就他真的就收到 现在全世界你卖出了 每只手机里面 2.5块就是要付给 美金就要付给华为 因为你没办法 绕过这些技术 没办法绕过这些专利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 他就赚了非常多钱 所以我现在不卖手机 对 但是我还可以在手机里面 赚一大堆钱 我还卖专利 我很多专利来说 反正我都可以卖出去 所以就有人说 他现在一年 从专利至少可以赚 三五十亿美金 赚五十亿很补 对他来讲就是非常好 那你说这个专利 有那么夸张吗 你看高通2021年 Nokia已经快要挂掉了 他一年的收益 他的全力金的收益 是106亿美金 所以华为现在 他想办法 好 OK 你要封住我 你要封住我生产中端设备 我就卖专利 我就一直研发专利 卡很多专利之后 你没办法卡我 所以就变成是他一个 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觉得 他打不死 就是你看 他又想办法 又钻出一个新的生意出来 不怎么会以为他去卖租了 对他当然会去卖租 他很多营业 但是真正获利的核心还在 这才是美国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你的专利还是 卡住非常多重要的东西 有一天来说 他如果专利越来越多 他现在还是继续在研发 所以这个可能会变成 是美国有非常大的心腹大患 而且刚才讲的 那美国现在对付中国来讲 我现在只是用产业 用半导体封锁 你已经来不及 已经不够了 我现在对你个别的公司 我也毫不留情了 对 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华尔街之报又有一个报导 他的报导是说 中国一个叫核武研究院 研究院的时候 他其实在2000年左右 就已经被美国说 你不能够买这个 Intel这个MD的相关产品 就被想到 人家现在发现他还在用 他还是顺利的买到 NVIDIA Intel的这个产品 而且已经经历 那么多年的经历 他照样买 那为什么照样买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市场上 我觉得现在中国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他们的军方呢 用的就是民用晶片 所以用民间的晶片的时候 你抓不到我 所以他就说你看 他这些晶片都 淘宝买的 淘宝买的 淘宝就有啊 你这个用在Notebook 用在PC上面的晶片 我当然可以买啊 所以超宝变成一个黑市 对 他就变成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这些晶片就流到 这个中国的 这个相关研究单位里面去做 所以我觉得美国 你再怎么fight 再怎么封 中国老是有办法突破你嘛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 他就是我封了你 封你 为什么还封不住你 因为你还是一直 不断的突破一些 反正你只要有能够 正康正胖 他就完全就可以 所以师兄你曾经讲过说 中国企业最可怕的是 他们为了活下去 什么都会做 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反正我只要活下去 怎么不要脸 我只要违反国际规则 他都这样做 所以没办法 那你说 那美国就是 为什么华为可以活下 他用中国的晶片 他在中国生卖啊 你能怪我什么 我只要不离开中国 我不要离开中国就好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 可以让他活下去 所以才说现在美国 对付这个 这个所谓华为的时候 的确有相当大的难处 而且刚刚讲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 中国跟俄罗斯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世界 因为一个戏目拉下来以后 美国为主的供应链 跟中国为主的供应链 已经分开了 而中国为主的供应链 现在更清楚的 他跟俄罗斯越来越接近了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俄罗斯有发动一个反攻 你想他们也出动无人机 然后他们也出动很多飞机 为什么又回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西方媒体就开始说 因为俄罗斯扩大对华贸易 以对抗西方制裁 那这个摆明就是 把中国就是 你在后面支持他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你看 以中国 俄罗斯从中国晶片的数量来说 2018年的时候 大概是18亿 就2021年的时候是18亿 到2022年的时候 来到24.5亿 也就增加了34% 那这些晶片来说 人家就说西方晶片 都不能够卖到那边去 为什么你中国卖给他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有这些晶片 他可以开始去做一些 无人机的这个东西 所以重新出来 所以现在就等于是说 现在西方也慢慢把这个 你跟俄罗斯 把它完全连在一起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这个美国真的 意在摧毁全中国的 很多高科技发展 其实是蛮明确的一个动作 而且现在在华为之外 第二个 长江存储也开始动手了 长江存储基本上 因为他原本有一座厂 他原本要第二座厂 就现在第二座厂 他已经说我不盖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美国的技术 我知道完蛋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你现在中国所有的高科技 中国反正美国只要看到 我能够摧毁你的 我就尽量把你全部摧毁掉 好 所以董事长 我都以为华为被打趴了 我都以为他去养猪了 他去开矿了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透过专利 一年还有数百亿的这个收入 进到口袋里面 还不止如此 现在美国还不放过他 他怎样 你到底是意气之争 还是说非要把华为打垮 才能够打赢中美贸易战争 这一仗呢 把华为打垮跟中美贸易战的 这个成败 不见得有直接关系 是这样吗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事实 华为你刚刚已经提到了 华为这家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自行创造的一个民族品牌 所以它代表了中国人的一个光荣 民族企业 对 民族之光 你刚刚讲的是对的 这个民族之光这一次被整个美国摧毁掉 让中国人非常痛苦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是 那我请教你很简单 过去几十年以来 你没有 你讲不出第二个华为以外的 所谓的环球 global brand 就是环球品牌 你讲不出第二家 就华为是唯一的一家 而且华为这唯一的一家 这次彻底就被美国人封锁掉 好 第二个问题你刚刚讲很好 为什么美国人非要打击华为 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他置他于死地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因为是中国人的面子 这个还有点情绪的问题 民族主义 他不当然是为了这个 第二个问题 美国到处跟所有的盟邦讲说 不要用华为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他有间谍软体 你用了华为以后 你的国家 你的通信 你的所有的一切 会被华为偷去 有后门 华为会在你的这个整个电 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话系统里面 交换机 交换机是后门 然后偷你的东西 所以他就把这个锁定是这个 那你认为 那我们又问这个问题呢 华为到底有没有间谍能力 不知道 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有一个国家 有间谍能力 美国 美国一定有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敢讲华为有间谍能力 说他怀疑有间谍能力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自己人在干这个事情嘛 美国在偷全世界的这个电话 这个交换机系统上的相关 他包括连每个的电话都监听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华为有可能 他也会这样看 所以他讲的是真话 华为有可能会变成间谍系统 所以他要干掉它 我认为不会是为了做生意的 或为了你的面子 中美贸易中 都不是不是 他真的是认为你会偷听我的电话 所以那是国力的战争 这就是情报战嘛 你知道国家一抢了以后 我们很简单 我记得一件很简单 大概在三十年前一个故事 我想跟你听 三十年前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部 买了一买了换了一个 从这个手这个总机 以前我们总机是用长江 黄河你记不记得长江 我们有用手用手来插 用用接线身 用接线身来插手机 后来改成自动拨号系统 自动交换机的时候 我们跟美国贝尔买了一台 这个自动交换 国防部买了一台非常大的一个交换系统 放在我们国防部里面检查了三年 不敢用 不敢用结果还是用 还是用 因为你在偷听 还是被人家偷听 你没有办法嘛 他那个先进国家的技术就是强嘛 那华为的这个技术 已经是独步全球了 到今天为止 你武器还是没有一家赢他 对 他还是可以收专利费 收专利费小事 他不怕你收专利费 你不要弄到我家来 他把五眼联盟在那边每天偷听东西 你结果你华为把我搞掉了 对 他不是白忙一场吗 因为所有21世纪的 整个的作战里面的商业情报 还有什么军事情报 科技情报 通通都要经过交换系统 都要经过这些所谓的 英特线的系统才能够取得 对 所以他封杀华为是他必然之 必然的动作 因为这个公司太可怕了 那是情报站的中枢 当然是 他说是情报 他说间谍嘛 他说间谍 我相信美国人这个考虑是对的 而且也证明了 因为在总机里面 交换机里面可以放后门嘛 对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调查局 台湾的刑事局 在监听这些犯罪电话 从来监听 就从总机监听 电信机的机房 这机房监听 机房监听 但人也不要去 电脑打一打就可以监听 效率高的不得了 以前还要弄两个警察 那边耳机偷听 现在都变 电脑打一打 华盛顿就可以听到 你蔡英文电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就像华为一样 就打不死了 对 大家都以为华为挂 我以为华为挂 我像笑华为去养猪 对不对 结果我看了他的营收 华为这样没有挂 他这样化为为稳 这是华为的轮值董事讲 什么意思呢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华为还没被制裁 前年的营收是8914亿 2021年华为被制裁 我们都笑华为去养猪 对不对 6368亿 你知道2022年营收现在出来了 跟2021年比 完全没有减少 甚至还多了1亿 变6369亿 华为没有因为美国的封锁 而一蹶不振 反而在6000多亿的时候 止住了 回稳了 华为干嘛 我没办法做5G手机 对不对 我做4G手机也赚不了钱 对不对 他跑去做什么 做通信的基础建设 他开始干嘛 铺海底电缆 然后去铺这个4G的这个5G 就铺这个基地台 铺海底电缆 对 然后去跟这个金融机构 去做所谓的金融中间的连接 继续赚大钱 而且华为铺海底电缆 他竟然跟谁合作 跟中国解放军合作 铺到哪里 铺到太平洋岛国 铺到欧洲 铺到美国 这些东西 美军一看 我把你5G手机卡掉 所以把你改铺海底电缆 而且前阵子不是发现 中国要帮太平洋岛国 去铺电缆吗 背后谁来施工 华为来施工 所以美国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光卡你5G不够 我现在要把你4G把你Wi-Fi全卡 所以最新美国禁令是什么 我除了禁止你5G出货之外 我的4G 我的Wi-Fi 6 我的Wi-Fi 7 我的AI 我的高性能预算 我的预算 全部封杀 我才有可能让华为 就它像个蟑螂一样 打不死的小枪 所以这华为 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 长沙天移科技 长沙天移 对 我们都以为了 在这个世界都要低轨位 其实都应用马斯克低轟位置最好 其实没有 在军事上 最好是什么 合成孔径雷达 长沙天移科技 是一个被美国最新制裁公司 这公司做什么 合成孔径雷达 合成孔径雷达是什么 世界最好的监视卫星 就是合成孔径雷达 比如说我们一般卫星 去征照拍照 对不对 可是我问一个很简单问题 你征照的时候 上面有一片云 或是厚厚的黑云 你怎么挡住了 对不对 可是合成孔径雷达是用微波 它可以穿透云层 打到地表 打到地表反弹怀售 透过数学预算 把它合成成一个这个 3D的画面 中国合成孔径雷达做到什么好处 不只解析度跟美军做到一模一样 它甚至给什么 穿透云层 它现在可以穿透什么 植被 穿透什么 厚厚的树 你只要树叶还有 我都可以穿过去 下面坦克车 我要不要还找到 为什么被制裁 因为它发现 这个长沙天涯 提供雷达照片给俄罗斯的军队 所以俄罗斯过来反攻是靠它 对 在俄乌战争里面 让他们不至于迷失方向 所以美国现在觉悟了 我原本的小院高墙 根本行不通 我把一个小小的关键技术 弄得高高的城墙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中国开始在小院高墙 以外的那个泥巴 开始耕耘肥沃的钥匙 所以美国现在觉悟 我要进就全面的进 所以原本只进极制外光机 对不对 我现在生殖外光机也进 我原本进华为五区击变 对不对 我现在四区击变地 我原本抵制美国的低轨卫星 对不对 抵制中国的低轨卫星 对不对 我现在令你合成恐惊雷达卫星 我也抵制 所以现在的科技战 全面开打 对不对 我没有想到 中美这场战争 打的这么样的一个激烈 而且刚刚讲的 那根本就是一个胶着战 那根本就是一个隧道战 根本就是一个割喉战 而这中间有一个 我们忽略的地方 就是非洲 你说因为非洲的一个存在 非洲跟中国的一个交好 西方世界失去非洲之后 让华为 让刚刚讲的 这个河神 河神口的一个伟大 让他的卫星 都可以存活下来 对 这个就是一个破洞 就是美国要围堵中国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破洞 非洲是破洞 这个破洞就是非洲 为什么呢 你知道非洲以往来讲的话 美国白宫 顾问John Bolton就曾经讲过 美国要有非洲战略 但是后来一直到现在 完全没有 你知道华为被美国打怕之后 他干脆不跟你去做5G 不跟你竞争5G嘛 我到非洲去做嘛 我到非洲去做4G就好了嘛 非洲不用5G 非洲不需要5G啊 非洲需要4G就好了 所以华为更大举进到了非洲 而且更夸张的是说 这些国家根本不需要其他 比如说三星啊 或者是Apple 他们买不起嘛 买不起的时候怎么办 华为有制造便宜的手机啊 有制造便宜的这个基础设施 难怪他荣耀卖这么好 是啊 还有他海外版的荣耀 这些东西在非洲都卖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只要简单的通讯 然后简单的会用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了啊 那你看整个非洲多大 50几个国家 50几个国家在包含什么东西 包含刚刚讲的比亚迪啊 比亚迪在今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收购了非洲六大矿山 你知道吗 泥电池的矿山啊 六大矿山 六大矿山 那你收到六大矿山之后 可以造成他什么 十年之内啊 完全不用害怕电池被其他超越 所以什么事情呢 我们以前都在讲啊 什么世界体系啊 以前我们读国际关系的 有一个叫娃娃斯坦 他提到的世界体系 有核心区 有边陲区 今天中国就跟你打边陲区 跟你对付核心区 什么意思呢 你美国来对付我 城市包围 乡村包围城市 这就是结起斗争的概念 也就是说 他告诉你 非洲你其他国家 因为英国跟法国 他们殖民撤退之后 当然后来很积极的是日本 但日本太小了 他没办法去 非洲整个吃下来 中国一去 马上撒钱嘛 把东西原物料 全部掌控之后 接下来他做的事情 就是消费市场 我们如果根据 联合国的报告 2000 2100年 也就是大概 七八十年之后 全世界的国家的 这个什么 这个人口数都在减少 就是非洲国家 翻倍 他翻倍 所以他做一带一路 他只有他的战略思维 所以他是有人口红利的 是有人口红利的 那你是要人的话 就会消费嘛 所以中国就打这个 低端的消费市场 我告诉你 就是说我今天 我不需要给你卖到欧洲 我不需要卖到美国 我就卖非洲 我就卖这件第三世界国家 就像我的电动车 我没有办法坐到自驾 我没有坐到非常高的改应 可是 我只要能够用电动来发车 然后我只要 我本身的性能够好就好了 只要能够用就好了 他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因为穷人有穷人 你看国际社会 富人比较多还是穷人比较多 当然穷人比较多嘛 所以穷人用的电动车 跟富人用的电动车 就不一样了 那中国他专打这个东西嘛 所以他就是把那个量 极大之后 再来跟美国对抗 所以看谁能够撑得比较久 你美国那些高端消费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的市场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的低端消费的话 市场很大 然后我可以集中全世界 包含集中第三世界国家 来跟这个美国对抗 这就是中国目前 不管在政治上 还有在经济消费上来讲的话 最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策略之一 现在中国在非洲 已经占我的脚步了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美国要再进去的话 真的非常困难 刚刚看到 Intel Intel我们以前小时候 在组装电脑的时候 一定要有那个 Intel Inside 这样的一个标志 泰山北斗 你只要拿到Intel 就觉得这个性能一定非常好 对 他现在真的那么惨吗 他的股价真的大跌吗 他现在业绩真的衰退吗 季辛格自己要减薪了 王姐 现在就是整个 逃腿退去之后 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现在景气在下滑之后 两个公司马上就表现出业绩很差 一个是Intel 一个是三星 好Intel 我们现在讲 Intel去年 全年的营收 减了一百亿 较前一年 而且获利呢 一共减了五十几亿 衰退了六十趴 这个对 衰退六十趴 对Intel来说 根本是难以承受的一个成绩 这五十亿是美金吗 对 美金 都是美金 另外一个三星 三星的这个李在荣 原本的这个 影学院放你出来 就说你好好地 把我们拼韩国的半导体 结果没想到去年第四季 缴出了一个获利衰退 六十七趴的一个成绩 显然完全都不合格 他们甚至还说 今年的这个压力会非常大 所以你看 经过一年的时间里面 只会出现这样子的原因 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 罗马军团在横扫世界 罗马军团 这个罗马军团 打得现在Intel 跟这个三星 完全溃不成军 这个罗马军团的前锋是谁 有NVIDIA AMD N字谱还有Sony 他们的产品 不断地市占率 不断地往前退 对 往前进攻 但因为他们后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部队 就是台积电在后面 兵器库在这里 对 在这边一直 供着这个所谓的罗马军团 不断地往前冲刺 然后打着这个过去的旧势力 Intel跟三星 完全溃不成军 所以那事实上 这就是一个 以台积电为中心的 然后前锋部队 NVIDIA这些的 罗马军团公司 在前面这样攻击 打着全世界 现在出现一个半导体的新格局 他以前讲说 三星以前最骄傲的地方 我上下游整颗 我刚讲的 晶片制造 制造我也可以了 这个Netflash我也可以做了 这个什么的D-run我也可以做了 什么我都可以做 所以我有这个罕架的权利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既然台积电 接入了以后 这个七百磅的大信心 被我一个一个切割 刚刚讲AMD NVIDIA N字谱 SONY 然后所有东西进来以后 再加上美光 然后这个大信心就被打倒了 台积电等于说 结合非常多的小前锋 在前面冲刺 这样冲着整个 这个原本的两大军团 完全被集了 溃不成军 那为什么会被集了 溃不成军 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产品 在出现 AI的人工智慧 电动车这些东西 还有这个包括说 新的这个镜头等等 这些都需要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只有台积电有 所以这些小军团 就靠在台积电的人身边 那你更不用讲 未来的军用晶配 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新的一个产业的版图 已经完全画得非常清楚了 好 那刚刚讲到的 从这个 这个它的股价的表现表 Intel 泰山 北斗 以前过去 美国的一个骄傲 现在就算已经掉到这个程度了 对 它之前最高价钱 已经有80几 它现在跌到29块 那然后它过去一段时间 它跟AMD 过去你问Intel人说 你们跟AMD比起来怎么样 他会说你拿我们跟AMD比啊 过去Intel的市值 都是MD的两倍到三倍 两到三倍 就你知道现在 它的市值已经输给MD了 这个对整个Intel来说 它能够接受吗 整个去年的业绩真的非常糟 糟到什么程度 糟到这个基辛格 它去年一直不断地 炮打台积电 他现在就说我要这个消减薪水 我自己砍25% 那行政领导团队 来减15% 然后高层的人员来减10% 然后中层的管理人员减5% 三月起生效 你知道一个公司在减薪 就知道它面临到多大的压力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它原本不是说要去德国盖厂吗 台积电去德国 台积电可能去德国 我先到德国去 就它已经宣布了 你去了吗 德国厂我现在暂缓投资 没钱了 因为我现在严育状况可能都很不好 所以我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好 另外一个三星 三星也是一样 李在龙你把它放出来的话 原本就说要追台积电 就追台积电 没想到它股价也是一路的往下滑 尤其是因为整个低润景气非常糟糕 它第四季的获利摔了70% 它甚至还 我就说它甚至还罕见的预估说 今年第一季会出现亏损 三星我已经很久 大概亏损已经好几十年前的事情 它居然会出现再次的亏损 所以事实上现在对韩国来说 他也面临到说糟糕 我好像站错队 所以整个局势是相当不好的区别 可是声音不是讲的 我的技术能力还是很强 我的三奈米的这个所谓的良率非常的高 那不断的在吹去说 我有拿到新订单了 理责人不是讲的 我要一千亿的美金丢下去投资吗 王姐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你刚才就说三星什么都有做 他有做跟车子相关 有做跟手机相关 你的客户会相信你吗 当然不会相信你嘛 苹果就不相信你了 你没办法追赶 你只能够嘴巴喊喊 但是你真的没办法拿出相关的实力 所以才可以 所以你看从台积电的最大竞争两家公司 Intel跟三星可以告诉你 台积电在这两三年之内 几乎是无人能敌 尤其Intel Intel讲很会讲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真的做不出来什么成绩啦 另外一个三星来说 的确2奈米或许有机会追赶 但是那也是2025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这两三年的时间 是台积电在全世界继续层齿的一个时间 我再怎么也没想到说 你再揉出来会产成这个样子 那因为他们站错边很简单 就是因为过去跟中国太轻了之后 然后你又太多发展 所谓D-RAM 这些东西 你现在找不到一个新的这个成绩 好 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我们说Intel真的很惨 为什么说Intel它大概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 我用爬不起来形容 为什么你还仔细来看 Intel它自己本身的这个营收来看的话 去年第四季 你看这个终端运算减了82% 资料跟这个资料中心跟AI减了84% 网路终端运算减了84% 然后加速的这个运算是亏损减少 然后Mobileye是成长71% 然后代工服务是游营转亏 全部都很惨 只有一个Mobileye这个比较好 这是什么 这是自驾车 所以也就是说它 你在自驾车可以找到一个拼图 问题是你在自驾车的发展 你已经落后到NVIDIA之后了 那你所有的机面全部都在 全部都在往一个下坠的状态 就连晶元代工 你不是要做吗 结果你还是游营转亏 所以看起来的话 它几乎是没有能耐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厂要投资 要技术要投资都要花很多钱 它根本就没有钱可以投资 而且你说更可怕的是 现在NAMD NVIDIA是不断的成长 这两天不是讲那个TRAP GPT吗 居然让辉达的老板 一下子增加了50亿美金身价 我们最近讲了一些新的这个状况 包括说像这个新的这个自驾车 或者说像这个所谓TRAP GPT 这种所谓新的人工智慧 这个跟Intel也沾不上边 它反而跟什么 分这个NVIDIA沾上边 所以你看最近股价出现个大涨的这个状况 因为TRAP GPT里面的相关的 AI人工智慧用的就是NVIDIA的晶片 那现在为什么现在 现在听说连Google也准备要推出类似的产品 那他用的应该也是NVIDIA的晶片 另外还有中国的百度 从百度来说他也要推出相关产品 也要NVIDIA 所以没有人用Intel的这个产品 另外一个苏之锋 其实前几天他们公布财报 他去年第四季也是略为衰退 但他今年他讲了 他说讲一个重点 大家听了就觉得完蛋了 好可怕 Intel今年继续抢Intel的市占率 也就是说你看他整体以前的这个伺服器 他大概就是5% 6% 他去年已经到15%了 他说今年要占到40% 那如果真的到40% Intel还得了 Intel就垮了 所以苏之锋有这么凶 对他是很凶很凶悍的 为什么他敢这样说 因为他有台积电的3奈米的新产能 我用3奈米跟你Intel的7奈米对下 你想也知道谁会赢 所以事实上现在整个氛围是完全对这些公司是相当相当不利的 而且你说接下来刚刚讲的台积电最近不是讲说他的业绩有一些成长 成长了以后干嘛 他是抢掉了很多的AI的一个旗单 所以大家都在拼这块 我跟你讲 这个其实金人代工里面来说 客户只要是你的话 其实你很难再转换 为什么你看现在的这个NVIDIA的这个晶片 Trap GBT的这个晶片 全部都是下单给台积电 那包括说像这个AMD的这个晶片 他最新的平台也是下单给台积电 另外包括苹果的M2 M1 M2系列也全部下单给台积电 甚至你不要讲什么 连这个三星要发表的新手机里面的晶片 居然用的也是台积电代工的 他也没有找三星代工 你就知道现在整个 几乎所有能够用的客户 你只要是最先进的 AI那些自驾车全部都只能够找台积电 因为没有别人可以供货给你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这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的这个存在 所以现在有人形容说 接下来的半导体的事件是什么 是一个火焰跟海水并存的事件 可以很简单的说 今年来说的话 韩国三星跟海力士大概是没救 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低润是相当相当糟糕 反过来AI晶片这些是相当相当好 那今年整体来说的话 整个这个半导体大概会衰退4% 但是台积电说我还可以成长 所以它是完全是出现跟全世界不一样的这个局面 有此一看出说 你看你站对方向 选错客户 选对客户是差别有多大 当基辛格去接任英特尔的这个职场说 这说得脆弱了穿坡 然后搞这个天花乱坠 说我要争取这个英特尔的荣光 就没有想到搞到自己要减息百分之五 一个公司当你要减息的时候 这个公司可能就没有未来了 另外就是中国 中国也讲说我要丢出大量的基建 我要丢出大量的半导体 我要丢出大量的金钱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刚刚讲经过2022年 应该讲2021年2022年 现在对于中国半导体这样打压 从2013年已经看到了效果了 第一个中兴本来有一点成长 现在把你压下去 第二个是 我没有想到长江存储又这么惨 长江存储真的很惨 长江存储本来没有被列为 他们一个观察的 一个禁运清单的情况之下 还勉强做得不错 他在去年还说推出了一款 二三二层的一个 neft flash的快散记忆体 结果去年十月还十一月 美国把它列为是一个禁运的 就是变成是实体的一个清单当中 不可以随便出货给他跟他做生意的情况之下 他十二月就在集团内公布裁员令 要裁至少十趴的员工 一致裁就裁员 而且我跟你讲 你裁员你给人家资钱就算了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现在网路上都丢出来 有个要求当时呢 他说我们要用最好的福利 最好条件招揽全中国最优秀人才 他说这个房子 我们有一个福利房 什么福利房呢 外面人买一瓶药 一点五万人民币 因为你是我们的员工 我卖你大概一万块人民币就可以了 其他的五千块 我这个长江存储帮你吸收 变成是给员工的福利 但是当时签的一个条约是 你要在我长江存储 坐满五年 这个钱就没有问题 就现在是你公司营运不善 你要被我 你要裁员我 他现在竟然把那一些 你已经要被裁掉了 我给你资钱费 对不对 不好意思刘宝洁 你当时跟我签的保障法 那个合约 我帮你补贴五千块 你现在没有做满五年 你要给我退回来 每平方米的那五千块 要缴回去 要缴回来 而且你知道这哼不啷当 你已经就是 我当时是帮你补贴了 四五十万的一个人民币 我现在跟你讲说 我可能你被我资钱 我赔给你 大概只有八万块人民币 但我跟你讲说 这个八万人民币 是赔你资钱费 但你还欠我四五十万 因为你那个房子保障房 我帮你那个吸收了 你现在全部给我 我被你裁员已经够惨了 我没有工作已经够惨了 我没有收入更惨了 你之前给我的福利 你还要回去 不仅要回去 不好意思 我还给你要实现 三年之内 三年之内 你要全部还给我 你如果不还给我的话 我要给你追究 我要跟你走法律途径 长江纯粹有这么惨 非常惨 没有钱到这么难堪 很惨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那是去年十月 十月十月的事情 现在十二 今年又最新公布了 就变成是说 完全所有美国企业 不可以跟他做生意 然后一些 license都不给 所以变成去年已经重伤了 今年可以说是 长江纯粹 看起来应该就是 没有存活下去的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去年第一拳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宣布 要开始裁员 裁员会对自己的员工 狠到这个地步 你就知道 他们其实想要 竭尽所得到吧 所有的可能 就是要希望 可以自己手上多一点现金 可以让度过这个难关 但已经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照你这样讲 如果连长江纯粹 都这个样子 那其他半导体 不是更惨吗 很惨啊 比如说一开始 被列为是狙击对象 是谁 就是中兴嘛 我们都知道中国 现在中国花了多少钱 去补贴这个中兴 本来还是中国的骄傲 结果也不过 在2020年左右 被美国的这样子 拜登列为是一个 开始进入的对象之后 短短一两年的时间 现在中兴 他们竟然在自己 中国境内的一个市占率 居然是个位数 中国的骄傲 现在变成是默居 真的是包括 因为所有的很多大厂 都跟我们台湾 包括联电台积电 世界先进 这边开始买晶片 你的中兴 你的技术 你的晶片 已经完全不够使用 可是他们讲说 你在先进制程上不行 可是你在成熟制程上 有梁梦松 这些人进去了以后 不是还是很厉害吗 你有打卡 你没手啊 什么意思 你没有设备啊 他就说 不能卖极子外光机给你 不能卖身子外光机给你 你就是你有满男脑子 你没有工具 你怎么生产的出来 所以荷兰不卖DUV 给他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所以中兴也已经被打得明明毛毛 另外一个华宏 我们都知道 其实中国的两大代工厂 一个就是中兴 第一看 第二看就是华宏 就华宏 现在支撑公司 主要的营收来源 居然是55奈米 我们现在台积电7奈米以下 是主要的7奈米 5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都快要出来了 现在华宏 支撑他们国家主要收入 还是55奈米 你就知道 美国的这个禁令 下去之后 真的所有的这个半导敌场 当年你们是靠偷技术的 当年你们是靠中国政府的 一个政策补贴的 现在全部被打回原形 好董事长 我是第一个听到你讲说 晶片本身就是一个产品 晶片的战争 晶片会变成 新一个时代的战略物资 它的重要性 比石油还严重 我当时听到你讲的 还真的假的 没有想到 2022年 我们走过了这一年 整个世界出现了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没有想到 整个武林 泰山北斗的英特尔三星 这个少林武当这么惨 这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事情 现在尤其是英特尔 因为英特尔这个本身 他是等于说做晶片的这个翘楚 对啊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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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领导品牌 走到今天为止的话 变成恶流公司 变成恶流公司 对啊 他有三个主要竞争者 英特尔变成三个强大竞争者 第一个台积电 第一个ARM 第三个AMD AMD在去年的业绩成长的收入成长了百分之六 对 那英特尔的收入减少百分之二十 二十的钱不见了 然后现在目前英特尔的现金库存现金 他的cash flow 自由现金是买拉齿 是负买拉齿四十亿美金 所以不要谈什么 他钱不够了 他在借钱 他现在缺口 难怪他本来要去德国设厂不能设了 不能设 然后他现在原来基辛格的薪资 一年的薪资是多少钱 他的薪资现在是两千六百三十万美金 两千六百三十万美金 他的本薪都被扣掉了一百二十五万 他大部分的薪资是属于股权的奖励的选择 那没了 这个不可能有了 那是很惨 然后他营收 营收现在二零二零二二的第四季的营收 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就是二零二一的同期比较 降了百分之四十 那这公司怎么玩 所以这公司整个来讲的话 也没有钱也没有人 所以要裁员 他现在在加州的两个工厂 他裁了多少人知道 在加州他裁了五百个人 在在美国加州裁五百个高科技人才 这非常恐怖的事情 他不是美国半导体的希望吗 这全部通通都是坏消息 这个公司大概 这个公司在恢复过来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我刚你我刚提到 他被三家公司夹杀 台积电 这个跟AMD 跟AMD嘛 所以他完全失去他的领导地位 那这个公司他后面的路就非常的艰辛 那当然他里面还有一个机会点 就是因为美国的国会有资源 有国会拨款 还有拨款他几十亿美金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你现在没有扩张的人力 跟研发的人力的话 技术不是顶尖的 现在问题就是技术不是领先 你技术一旦不能领先的话 你不是一个唯一的领先公司的话 你就很难在这个里面市场有 以前很有面子的 所有电脑外面要贴一个 现在这个光辉从此不在 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公司 你看像苹果这种公司 他直接就进入他自己的IC的设计 所以他自主性都非常非常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英特尔的市场率 当然是一步一步的向下滑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英特尔将来要恢复 往日雄风的可能性 大概非常困难 好 请回 你是学国际政治的 国际政治一定要非常确定的是 谁能够掌握战略物资 就像基辛吉讲的 谁掌握了石油 谁就掌握了全世界 可是过去一百年战略物资是石油 你说现在变了 现在的战略物资 已经变成了晶片 现在我们都无法想象 晶片的重要性 居然比石油还来得重要 所以这个画面就不让意外 我刚才讲到 这是马克宏 马克宏不过跟 这个台湾的律师 我也不知道是谁 他居然看到一个 我完全不认识的台湾律师 会这么兴奋地抓他 赶快把台积电带过来 对 他只知道听到台湾两个字 然后就说 赶快把电动车跟半导体晶片 到法国来投资 就代表什么 整个欧洲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 不只是美国 他对于晶片的这个战略物资 非常重视 连法国 德国 这些重要的欧洲国家 也对这个晶片非常重视 可是提问我不懂一点 就是你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讲了 晶片会取代石油 变成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可是没有话 当时讲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突然进到了 2023年以后 这个大爆发了 因为就是AI 因为未来整个世界 就是为AI战场 AI或者是机器人的这样的战场 以后也不是人 就是阿兵哥直接 就是我们这样的自然人 这样上战场 而是由机器人上战场 那这个时候不是 不是我单兵提枪快跑前进了 这个都没有用了 这个完全都用机器人来处理了 或者由无人机 无人载具 无人什么东西 来做这样处理 那重要的就是晶片 所以对这些科技大国来讲的话 他们不甘于落后美国 所以像法国 他是最有可能跟美国 竞争的科技大国 所以他更需要这个晶片 只不过因为 法国他有他的环境的背景因素 没办法 就是说台积电 不会优先选择法国 绝对不会的 不过现在连什么 连捷克都要来要晶片 你知道3月25号 他的捷克综艺长来 也是要来到我们晶片 看半导体 看我们的晶片厂 那为什么连这么小的国家 都需要晶片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晶片的重要性了 所以你说其实中国在捷克花了很多的功夫 也应该讲的中国不只在捷克 他在整个中东欧 17加1就代表我想要进到这个市场 我进到这个区域 我就可以进到了欧洲去 而且这个地方比欧洲更值得中国来信任 可是他提来自打水 一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了以后 连他最重要经营最久 花最多钱的捷克 现在都翻了 翻的理由就是晶片 对 因为冷战结束你知道 东中东欧国家最缺钱 所以中国就运用那股势力 进到这个地方 去抢占以前前苏联的这个势力范围 那这时候给中东欧钱 照道理讲 这些国家都应该乖乖地听中国的话 给很多钱 对 然后而且是在2016年的时候 你知道从2013年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之后 2016年就跟叶解明 跑到这个中东欧 然后成立一个中欧的这个基金 大概将近有100亿欧元的 这样子规模 100亿欧元 对 2016年习近平也到捷克去访问 结果旁边就站着这个叶解明 然后感觉好像他很有利益的样子 结果没想到不到两三年的时间 整个中东欧全部翻盘了 那为什么翻盘 包含17加1 里面包含立陶宛 拉脱维亚 这个艾萨莉 他们就说退出 我就不要 捷克也说维亚退出 波兰也说维亚退出 为什么搞到现在这种局势呢 其实就跟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局势 翻盘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翻盘呢 你知道吗 俄乌战争 除了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之前 美国跟中国之间 就已经开打贸易战了 所以整个格局来讲的话 美国要叮中国 那这些中东欧国家 看到未来是什么东西 看到未来就是说 你们这些强国 你们你知道 中东欧国家 他们最害怕什么东西 就是强国出卖他们 你知道从过往历史来讲 100 200多年历史 回推到拿破仑战争时代 当时是谁瓜分的 华沙大公国 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欧洲的强权们 大家谈一谈就把 中东欧国家出卖了 捷克被出卖过 波兰被出卖过 波兰地海三小国都被出卖过 对 都被出卖过 更何况捷克那个苏德台区 你看当时在二战的时候 就被卖给德国不是吗 还有呢 法国 那个什么 法国也是一样 当时就是承认这个东西 那德国跟俄国呢 曾经也瓜分过波兰过啊 然后就不要再讲匈牙利事件了 1956匈牙利事件 英国 法国全部装作没看到 人家这个匈牙利的人民 在被苦难的 那受到这个苏联的压迫的时候 你法国在哪里 你英国在哪里 装死 对 所以这些中东欧国家 看不起法国 看不起德国 更何况在什么 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你马克宏 一直在跑 普丁在那边干什么 你一直在跟普丁游说干什么 普丁不会听你的话 普丁只会打仗 普丁只会告诉你 跟俄国 跟乌克兰之间 我要侵入乌克兰 所以当这些中小国家 看到乌克兰下场 这些中小国家看到 霸凌的结果 那我今天台湾是不是被中国霸凌 所以今天他当然要跟台湾站在一起 而跟台湾站在一起 有一个好处 远在大西洋另外一边的美国看到了 所以美国也会告诉中东欧国家说 没关系 我来保护你们 这一次 所以说这些国家 现在已经不相信德国 不相信法国 不相信这些欧陆大国的强国 他们只相信美国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就简称 台湾这边的话叫做自由亚洲之湖 这是日本所提出来的口号 那中东欧这边国家的话 可以就是说东欧的亚洲 这个欧洲之自由之湖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以低岛链来看到的话 那个中东欧的概念 就有点像在亚洲的低岛链的概念 所以大家把这个陆权国家的 这个威权体制包围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西太平洋的低岛链 他们是整个欧陆大陆 对付俄罗斯的低岛链 所以你看到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中国大陆的发言一直在怎么讲 结果捷克 你不管前任的这个政治人物 后任的政治人物都告诉你说 这是我捷克可以自己决定的 捷克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我想来我就要来 然后这个时候打电话 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个电话通话 也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中国根本不是问题了 而且他们甚至于有可能会 跳脱一众政策 而这个整时候的骨牌效益 整个中东欧国家都会模仿捷克 你说为什么台積电 现在对美国那么重要 因为本来他们的大哥是英特尔 本来他们的半导体 也在这个所谓的泰山北斗 是英特尔 可是英特尔居然垮掉了 它居然被AMD赶过去了 AMD为什么可以赶过英特尔 就只有台积电后面这个靠塞 代表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王姐过去英特尔来 是所谓的皇冠上面的那颗珍珠 它是做半导体里面技术最厉害 可是你看 它最新公布了去年第四季的营收 相当惨 营收衰退了31% 然后净损变成是净亏损 还亏损 6.6亿亿 然后去年同期是获利46亿 所以等于是由赢转亏 那全年度来说的话 都是大幅的这个下滑 全年营收下滑了20% 就获利下滑了60% 就人家就说 这个财报是用灾难级来形容 也就是说去年是英特尔 业绩相当惨淡的一年 以前说张宗谋有一个梦 张宗谋梦就是他要赶过英特尔 他不但赶过英特尔 他居然是眼镇上看到英特尔垮掉吗 浩洁 现在多尴尬一件事 英特尔过去是美国半导体的一哥 现在整个美国半导体 他已经变成是三哥了 没有把台湾算进去 现在一哥是NVIDIA NVIDIA的市值大概是4400亿 二哥是AMD AMD是1300多亿 他只有1200多亿 他赢过他 所以对他来讲 真的相当的相当的尴尬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目前英特尔 不论是在产品 或是在整个评价里面 都相当糟 因为人家就说 你这个CEO 你只会每天都说要追台积电 结果你现在 台积电现在是指是他的三倍 所以你知道他怎么去追 根本追不上 英特尔做不出来吗 他不是找那个技术出身的 那个CEO 不是很厉害吗 而且很厉害 嘴巴非常厉害 但是做的真的是不太好 你看很简单 因为去年的确是PC非常不好 所以整个PC 他的整个营收了 下降了36% 但是他原本获利最好的 是资料中心 还有AI事业群 就没想到也衰退了大概33% 也就是为什么会衰退呢 因为他的伺服器跟这个AI 现在两家公司建来了嘛 一个就是AMD 一个就是这个NVIDIA嘛 所以原本的这个伺服器 他原本市占率是99% 就现在AMD从1% 已经来到13% 增加这么多 对 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他说 今年AMD在年纪一年 会到30% 那AMD又当然垮了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那甚至你的AI架构里面的东西 你现在做的也不够好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你在AI被这个NVIDIA打好玩的 然后你在伺服器里面 AMD又来 那你还靠什么 所以他现在整个是完全 非常的节节败退的一个局面 他今年基辛格 他在这个法说会说 我要在个人电脑 还有伺服器那边收复师徒 就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没有一个分析师相信 大家都说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而且刚刚讲的 之前他非常强的是 因为我的架构 我X86的架构 我独播全球 可是人家从X86外面 又搞了一个ARM 代表说在ARM的 这个领域里面 你完全都缺席了 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他可能目前为止来说 慢慢的失从 那过去一段时间 桑迪亚研究室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的大部分的CPU 或是说超级电脑 或是说你的专案里面 他都是让这个Intel来负责 就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的能源部 居然委托说AMD来做 找AMD来做 所以你来帮忙我们开发核武模拟软体技术 也就是说过去是Intel吃的 他现在不找你了 他就找这个AMD来 为什么要 为什么过去Intel独吃 Intel它不只是CPU做得好 它过去的伺服器 AI技术都非常好 问题是你现在不是独步的吗 所以大家就宁愿找AMD来互相合作 所以告诉你 过去Intel可以说是美国的独生子 美国长子 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沦落到AMD 也可以来分它市场 所以这就变成是 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业已经没有人可以靠 所以美国现在要靠Intel是靠不住了 当然靠不住 你看Intel的CEO一直在那边讲 他就说他目前为止 他其实今年应该推出一个叫Intel 7的 然后2025年的时候 他说会推出一个叫Intel 1.8的这个技术 1.8就约莫是等于我们台湾的2奈米 跟韩国的2奈米 他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这个Intel技术就可以跟台积电一模一样 可能问题是他现在的Intel 7都还没做出 他怎么有可能到 他原本用Intel 7的有一个新的 叫15代的Core的IC 就没想到他15代 我说没有了 他就直接说我们还有一个16代 15代就没了 为什么因为7奈米做不出来 那现在他就说那我们就用新的制程做这个Core 7奈米做不出来 那怎么可能 所以我才说你讲那么多 没有人相信你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你连这个目前的制程技术你都搞不定 而且苹果现在也讲说他现在从设计制造 全部到晶片都要自己来 那不是这样的 像高通像Intel就全部被踢出去了 你看苹果已经完全用自己的手机晶片了 那联发科也有他的晶片 然后甚至现在连Google都要做晶片 亚马逊要做晶片 请问未来谁要用你的晶片 所以对这个Intel来讲 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以后他自己设计晶片 他都自己设计晶片 那自己设计晶片的时候 开心到谁 开心到台积电 而且刚刚讲的2025年iPhone从内到外 都要自己研发 自己研发就代表我自己找制造商 自己找制造商就只能找台湾的 对 就找台积电一家公司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靠 这个所谓的这个Intel是不现实的一个局面 再来我们再讲另外一家公司叫三星 三星也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今年来真的 台湾真的好像这个国运签不是上上签 我觉得还真的有这样 你看看Intel已经开始败亡 另外一个三星 三星很惨吗 它去年第四季度 绞出八年来最差的获利成绩 那他不是这样 他还预估他今年第一季 搞不好会出现亏损 你知道他 前一阵子三星来说 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 你想我怎么那么夸张 就真的是这样 因为目前为止 他们主要产品太依赖半导 太依赖记忆体 那目前PCNB很差 库存一大堆 他根本没有办法卖出去 虽然现在压力很大 而且面对中国挑战 对 再加上说 他的很多产品都卖到中国去 你又被卡住 那他说那我的这个晶圆代工 他目前号称了三奈米 量力只有10% 没有人愿意用 所以对他来讲 他真的也被卡住 所以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来找台积电 刚才讲到 三星没想到 今年业绩非常惨 可是三星也讲说 他们现在投了很多的力气 很多的研发 去搞这个车用晶片 他们想要在车用晶片 对台积电 扳回一层吗 对 因为车用晶片 真的可能会变这个转捩点 三星没有跟到 就变下一个世代的英特尔了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新的电动车 其实讲白话 未来就是有四个轮子 超级电脑 加上视听娱乐中心 这是非常重要 它的量级 它需要的质量 它需要的量 完全不同概念 比如说好了 以现在一台油车的晶片 大概200克到300克 现在的电动车 大概2000克 未来电动车是5000克晶片 它的量数完全是不一样 而且它不只数量不一样 它里面要求的质量也完全不一样 什么叫质量也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刚刚讲的 对于一个晶片来说 你要想看它在车里面可以用 它必须热的时候耐到 引擎是100度 冷的时候 引擎是-20度 下面有下雨 有灰尘 有泥土 甚至在撞击的时候 它的晶片都要自然的 它都要完全能够使用 甚至良率不可以当机 手机可以接受当机 可是车用晶片不可以当机 所以未来这个市场 非常非常的大 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好了 现在你仔细看现在车子 几乎所有都是触控 以前调个冷气 不是这样转一下吗 不好意思 现在冷气调 触控 以前调冷气不是左跟右吗 不好意思 触控 以前调声音 不是转一下吗 不好意思 触控加声控 以前照后镜 不是手动一下吗 不好意思 现在触控 所以现在全部都 都要晶片 全部都是要晶片 那我一个最简单的 你能够接受 你开车开到一半 我不要讲说什么 踩油门坏掉那么麻烦 你能够接受 你开车开到一半 你旁边电动窗窗的晶片坏掉吗 你不能调电动车窗 你不能看照后镜 它是很麻烦很麻烦的嘛 而且呢 因为是这样子哦 大家未来从LV1 LV2到LV5 LV5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上车就跟废人一样嘛 你如果LV5的时候 你这车是废人嘛 你没事干台北到台中两个小时 车都会帮你开嘛 你需要可以看电视 可不可以看电影 要不要打电动 打电动有没有分什么 画质啊 速度啊 3D啊 等等 最好要不要戴个VR眼镜 全部都是晶片 所以在这边状况之下 车厂遇到一个问题 我过去合作车厂 英飞零 N字谱 液发半导体 全部不是做这些东西的 这些过去的英飞零 N字谱 液发半导体 它哪会的什么 40奈米的 28奈米以上 65奈米 他们做到简单的 这个所谓预算 他们OK 可是问题是 你做到3奈米 5奈米 7奈米 没有人会做嘛 谁会做 全是两个厂 台积电跟三星 可是三星会遇到一个问题啊 它会超频啊 它会过热啊 它可能会出事啊 它去带空这个 这个高通的手机 一天到笑容巴巴巴 要码就超频 要码就过热 要码就档机 请问 你手机档机可以 你车子不能档机嘛 可是台积电 为什么老神在 原因很简单嘛 我知道你三星两率 比不过我啊 还有个大问题 刚刚董事长有讲 它需要大电量 什么叫大电量 我们一般手机 就是110V 或220V嘛 不好意思 你在比如说 开车的时候 动辄700V 800V 大电量的时候 那是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 又开启一个新战场嘛 第三代半导体 也是台湾跟韩国的 主战场嘛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 过去半导体 整个市场 已经分了 已经分完了 活下来的两家 叫做三星跟台积电 格罗方的 别进不来嘛 别进不来 这过去半导体 就是我们现在的半导体 这样台积电跟三星 火 因为他们只有 这两家活到三奈米嘛 英特尔挂 刚刚讲嘛 格罗方的早就放弃嘛 各种公司 早就放弃嘛 拍謝 到下一个台积电跟三星 分出胜负就是车用半导体嘛 所以车用半导体 是下个世代的重中之重 而且另外一个是 现在游戏规则真的改变吗 现在状况是这样 因为这个车用半导体的 这个车 应该说电动车 这个纪元才刚打开 我们说2021年 是电动车原年嘛 才刚打开两年 所以换句话说 各家都在抢规格 各家在抢规格 得规格者得天下 所以我要制定规格 我只要抢到规格 我就可以变成 后面所有都follow我的规则 就变成我刚刚讲的嘛 我居然就有一天 我倒了 我每天收权利金 每天收一百多亿 得规格者得天下 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 会follow其他家车厂的规格 包含特斯拉用什么电池 我鸿海 我几个保时鞋 push 就用其他规格电池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 找自己的新规格 可是问题是 韩国的公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台湾 是专门做制造的 日本做设备 美国做设计 各式其次 可是韩国三星上 我设计三星要做 我设备三星要做 我制造三星要做 话说没有人会相信三星 但是过去 因为你都会是我的敌人 对 因为你是我的敌人 你可能会做品牌 我今天有可能 我找你代工 你转身三星 三星就说我要做三星的电动车 可是我给台积电 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现在看到 NVIDIA跑去跟台积电合作 AMD跑去跟台积电合作 Intel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设计部分 所以没有人 要外包给Intel做 所以Intel也只好自己做 所以会被甩在后面 所以这个大南海战术 大南海现在才开始 大家都在抢规格 抢产量 抢下一个世代的话语权 而台积电有至高的话语权 好 董事长 你之前很早就讲了 以前战略物资是石油 是能源 现在这战略物资是晶片 这个晶片 刚刚讲的Intel也垮掉了 那代表那真的掌握这个晶片变得非常重要了 现在你看到变成各家公司都进入晶片的大增 所以每一个用户已经各自发展出他的产品的差异性了 你看苹果进来了 然后Sony进来了 各家媒体通通进来了 所以换言之讲 以下一个世代的苹果的手机 它所做出来的东西 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这样吗 它不一样了嘛 它完全是它自己的概念嘛 所以它变成苹果会创造它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对 它这个生态系统 维持苹果的整个家族的兴旺 然后跟其他的这个所谓的 你在做手机对不对 对 我在做一个家族 我做一个System 对 我做一个生态系 我这个生态系跟你在做手机的时候 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对 对不对 我里面有我的Content 我有我的电视 我有我的电影 我拍我的电影 我有我的Game 一大堆 一大堆东西就变成一个生态系 那这个生态系跟后进的做硬体的手机来讲的话 先天上它就做出个差异性了 那这要告诉我 镜片 当然靠晶片嘛 靠高端的演算能力把整个串接起来 而且未来的晶片的价格 他说自己设计出来的晶片 请问你 它的成本会比别人高吗 不会 不一定 搞不好还比较有竞争力嘛 所以这个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战争的方式 而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刚刚提到的 华为现在是全中国第一名嘛 但它有没有这个生态系呢 没有 所以我们都知道嘛 目前全世界的所有的手机的利润 80% 被苹果拿去了 被苹果一家拿去了 那未来这个80%会变成什么情况 会更严重嘛 而且它用这个优势 再转向跟电动车车厂合作的话 那这个怎么跟它拼呢 所以这个以后的所谓的3C的概念 跟电动车的概念 跟这个完全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它已经变成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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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